哈喽 每日都更新的君君来了 龙一熙和白鹿和演的仙侠剧《长月静明爆红》 月声陆剧古装男神 近日有龙一熙 宋姨 程磊主演的轻松古装探案剧《严心记》已于6月开播 《严心记》改编自徐玄镇 李明基主演的韩剧《爱上编身情人》 但仅取用男主角脸盲以及女主角变身的特质 其他剧情为原创剧本 除了时空换到古代还融入探案推理的情节 日前空降播出面对刘亦菲玫瑰的故事 吴景岩与王星元的墨语云间的双面袈裟下 该剧凭借轻松流畅 笑点密集的有趣剧情 成功收获一大批剧迷 开播热度马上超越近期夯剧 墨语云间夺下中国戏剧热度榜冠军 该剧讲述原为郡王的江星白 因为父亲遭陷害而被流放 在被追杀时头部撞到了马车而患上脸盲症 长大后的他为了查明父亲当年的真相 成为一名总捕头 并预见患有变身症的江湖游依严南兴 严南兴每个月会有几天变换容貌 但江星白却总能认出他 两人一同破解当年的案件 从不打不相识到相知相伴的浪漫故事 《严心记》在开播前就以高质感的装造 画面不仅引发外界高度期待 而过去释出的路透照已是氛围感满满 如今正式播出后的确没有让人失望 不但男女主角没有使用近期成为陆距通病的磨皮滤镜和暗淡色调 却连空景画面都十分舒适和谐 质感不输大制作电影 罗伊西在宋毅这次在《严心记》皆罕见才有原生台词 罗伊西的台词公敌在《长月静明》就受到盛赞 不但咬字清晰且感情到位 富有磁性的声音更是将大批剧粉迷到不行 而宋毅也是演艺圈里数一数二 台词公敌被受认可的女演员 《严心记》释出的幕后花絮可以看见 导演表示 宋毅对自己的台词要求非常严格 所以台词一条过的关键字甚至还红上热搜 对于两位主演精湛的原生台词让整部戏超有代入感 不过出现是用配音的割裂感 《严心记》的定位是古装弹清洗剧 通常大众对清洗剧的动作戏要求较低 没想到《严心记》在手机就展现出不输武侠剧的精湛打戏 尤其是男女主角相见时 两人剑拔弩张下的氛围里 同时又柔中带刚 不少网友表示 一开始对武打戏没有期待 但《严心记》却一点也不含糊 每一场武打戏都非常流畅 让人看得超过瘾 不少居民认为《严心记》是难得传递尊重百姓 尊重女性观念的古装剧 《严心记》的主角们在街上办案 抓捕坏人时 不会为了营造极破紧张氛围 随便掀翻路边的摊贩 让物品散落在地 也不会随意推倒路人 牺牲摊贩和路人的权益 过去不少戏剧都会出现主角在街上追逐 不小心撞翻 摊贩或半倒路人的戏码 因此《严心记》真的是少数尊重百姓的电视剧 此外《严心记》也没有传递与服守旧的观念 剧里的女性可以再朝为官 独立开店谋生 与男性的地位是平等的 却又有些微的不同 而这些不同之处 并非在于古代男性 想有某些女性没有的特权 而是天生生理构造的不同 例如她会有搜身的情节 剧里的男性捕快会考虑到性别差异 找来女捕快替女子搜身 这些细节巧思都让剧迷大赞 真的非常尊重女性 而不是草草呆过 《严心记》特地一项韩剧 爱上变身情人购买版权 保留了女主角每个月 会在特定日子变换容貌身形 且变身的样子是完全随机的设定 其余剧情完全是原创 但也是因为添加了这个设定 让《严心记》多了满满笑点 看见宋依从鲜鲜少女 一下子变身成穿女装的粗犷大叔 真的让人笑到不行 让剧迷更加期待后续剧情 虽然《严心记》收获满满好评 但不少网友发觉罗云熙 这次在剧里的身形 还是太过消瘦了 罗云熙上一部古装作品 《长约静明》 就多次因身形 瘦到脱象上热搜 当时罗云熙硬在剧中身形太瘦 整个人看起来像大头娃娃 头重脚轻 还有人担心她瘦到脱象 是否身体出状况 当时她还数次偷出整桌菜 承诺自己努力加餐饭 但她演出《严心记》 身形依旧没有圆润多少 仍是如《长约静明》一般销售 她在《严心记》 饰演郡王间总补头 身怀一身毫无疑的她 应该要拥有比常人 更加精实的身材 才更符合人设 但罗云熙宛若纸片人的模样 让部分观众表示 这么受感觉抓不到坏人 非常容易让人出戏 尤其相较近期古装夯剧 《墨语云间》的男主角 王兴月 两人的身材真的落差极大 加上剧情主线混乱等 都被骂翻 更尴尬的是 不止被王兴月相比 不少网友觉得 戴着面具残眼云之雨 爆红的男二 程磊一出场 立刻把与龙云熙风头抢光 还总结出 龙云熙因这关键帅度 惨输程磊 一方面是龙云熙眼神气场 不敌程磊 龙云熙在《银星记》 饰演高冷郡王江星白 且角色塑造不如 程磊饰演的男配 今无畏领头 伤别离气势强大 两人互为死对头 是皇城两大势力的领导者 彼此在事业上有金钟关系 每次见面总是剑拔弩张 虽然龙云熙在诠释江星白 是以面对压力 仍能谈笑自若的云淡风轻 来显示角色的见多识广 但成磊一出场 不管是锐利的眼神 还是张扬的气场 都深深抓住观众的目光 声势可以说是完全碾压龙云熙 另一方面 程磊在《银星记》的角色塑造 更加成功 他设演的伤别里 全身气质速杀 由于脸上有面具 眼神的传递便格外重要 幸好眼神一向是他的优势 他在云之宇就因气势强大 眼神犀利 与女配卢异小 柔弱 却心机的气质 互补而爆红 两人声势即人气 还因此压过云之宇 男女主角张灵鹤 余淑欣 而成磊在《银星记》的眼神 犀利很绝 让人印象深刻 正因如此 每次发生搞笑情节 对比才会更为鲜明 这些都让观众印象深刻 不少网友还说 若罗云西的颜值 回到饰演 项命晨晨静如霜 蓝佩 润欲的巅峰 从成磊手中抢回风头 是极为简单的一件事 随着戏热播 严星记主要演员的片酬 也在网络流传 罗云西此前 凭着长月静明 打败王河帝 于书信传的《苍蓝绝》 成为近三年古装剧霸主 身价自是水涨船高 他在严星记 试演傲娇郡王兼总补头江星白 但是过人用一身好武艺 可惜却有脸盲症 不仅角色讨喜 戏粉吃重 加上他业务能力出众 有敬业 深受制作风喜爱 片酬拿到2300万人民币 直冲一线价格 女主角宋毅 试演江湖游艺 颜男星 在生理期以及月圆时 都会变身 男女老少形象不拒 机缘巧合下 遇到江星白 两人一误会 不打不相识 继而渐身情愫 并携手破解悬案 宋毅出道戏林长 去年 也以与白静廷合作的定情作 长风度 盛世达到巅峰 但因咖位没有龙一系高 片酬落在1700万人民币左右 而凭借云之雨中的 龚二走红的帅哥 程磊 他在严星记 试演男配近无畏领头 伤别离 与江星白龙一系 互为死对头 应是皇城两大势力的礼刀者 每次见面总是剑拔弩张 处在事业上升期的他 据传片酬760万人民币 虽然远不及罗英戏 戏中表现却极为抢眼 每次出场都深深抓住观众的目光 接下来他还和宋毅二大演出新戏 雨静长安 且晋升为男主角 预料 身价反了不止一倍 好了 看完以上关于严星记的评价 以及网传主员们的身价片酬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快来评论区留言吧